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在试药中如何实现这个if-else呢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变量的定义 就是一个变量名称 然后等于一个值 那这里我们定义一个a和b 我们比较一下a和b的大小 如果看它的语法 如果一个尖括号 然后这种方括号 然后是a的值 等于它 现在就是做什么套作 输出一个他们俩相等 我们改 这地方就是一个结束 看它的结束 好像它的就是if 那就是fi rf fi 结束了 那再对比一下它们是否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那就输出 这个不相等 那个-fi 可以比较它是不是一个文件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个数的这个比较 我们这地方写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if vii打开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样子 我们先看一下10和20 进行一个对比 那显然它结果是不相等 对吧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老师采用了一种 sail的调试方式 sail如何调试呢 我们用sh-ix if 好 这个是我们想的结果 好 我们改成一个20 保宗推出 好 执行一下sh-h x 那这个时候呢 从这开始看 a20 b20 它们来可以相等 所以输出它们两相等 然后输出 然后再跟它们不相等 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20是等于20的 好 这就是if else 好 那个两数比较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谁大谁小 不能说他们俩相等 我们就不管了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两个数啊 它这个不相等 它还有个大和小之分 我们再看一下 if else之中如何看断 他们俩不相等的时候 a和b谁大呢 看一下这个语法 是如果他们俩相等 输出相等 否则 看一下这个 是else一个简写 el if el if 然后如果ab必大 那就输出ab必大 如果 再一个else if 它这个地方呢 只能 走进来一个 那这就是如果a小与b 你输出小与b 其他的可能才会说 他们俩这个条件不满足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条件是a小与b 我们看输出结果 还是以调整的方式 sh-x 好 这个时候 a是10 b是20 等于的时候 他们不成立 a大b也不成立 10小与20成立 所以输出一个a比b小 那我们再修改一下 if 242 改成一个30 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 a是30 b是20 所以a30要比20大 所以输出a比b大 好 那我们现在改一下 我们现在不改成数字 我们改成一个 字符刷 xxxx 运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 这都没有成立 并且这地方报了一个错误 说是你这个xxx 不能转换为这个 in的形 最后输出了 最后一个else 说是他们两个 条件不满足 就输出最后这一个else 所以sh-all 跟其他语言的ifelse 是一样的 比较通用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ifelse 还有一些用途 比如说他可以判断这个文件 是不是一个文件还是一个文件夹之类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些场景中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再去做一些操作 代码就很简单 就说是在这个目录下 有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让sh-all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文件 告f呢 就说是 是文件 这它的名字 也就是这路径 如果是的话 它打定ok 如果不是的话 它就打定一个arrer 好 我们保存退出 我们用选择 sh-iqus file sh.sh 这个时候 它就说这个是一个文件 好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文件 vi一下 果然它是一个文件 反过来如果它不是一个文件 它就会显示错误 好 我们把这个注释一下 我们复制一个 它的注释是以警号开头 好 我们修改一下 把它变成目录 我们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 他就说这是个错误 说它并不是一个文件 好 那好 我们刚才演示了 这个-f的使用 那么实际上 在它之前加一个感叹号 也就是非的意思 它就说是不是一个文件 我们来试一下 那老师到这地方使用了 我退出一下 使用了 vim vim是什么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vi的一个升级版 那很多人觉得我可能用vi比较土 但实际上呢 vi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在后续的使用中 我们也通常推荐的都是使用vim 因为vim有很多优秀的地方 比如说它有这个代码高亮 比如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代码高亮来看还是比较炫 就是方便我们查看代码 方便进行一些修改 它这个高亮的颜色呢 对于程序来原来说呢 是非常的友好 然后读起来也比较的流畅 然后读起来也比较的流畅 好看 给人一种吸引力 对吧 然后我们推荐使用vim 之前使用呢 嗯 是觉得新手上来可能会被这个颜色所迷惑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加一个非 就是说感叹号 我们按一下 插入键 感叹号 看一下它 如果不是一个文件 我们以 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演示 因为刚刚那样做的话不太好理解 所以我们这地方 它本来是个文件 对吧 我们现在给它取返 就说它不是个文件 如果它不是一个文件 如果它不是一个文件 就输出OK 好 埃着 我们改一下更为友好看一点 它是一个文件 如果它不是一个文件 我们输出它不是个文件 然后如果它是文件 我们输出一个文件 好吧 好 这里输出呢 它是一个文件 并且打印出了它这个路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地方呢 是取不是一个文件的时候 输出不是一个文件 是文件 是文件呢 那就会输出是文件 我们同样 我们修改一下 我们变成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它是一个文件的话 这地方 如果它是个文件 说明我们的这个 不是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目录 显然它不是一个文件 对吧 好 它不是一个文件 我们就会输出不是一个文件 好 保存一下 因为先一下按上键 它输出 它输出 这不是一个文件 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也比较的好 那这地方呢 还有一个 关键词叫 History 它的用处是 去查看我们之前输入过的一些骰尔命令 他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你有一天你写了一些骰尔看老师之前写的这么多 突然间 突然间我是想想想想不起来了 我可以进行一个History 就是说历史查看 对吧 这个语法也非常有用 那这个时候 因为它默认显示1000号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过滤 比如说我过滤这个cat命令 拆下我看哪些 那我们看一下我的这些命令 通过这个管道 也是非常方便的查找 好 我们继续看 那其实前面没有详细介绍 这个大于等于 还有小于等于这种 那这个l实际上就是low 就小的意思 对吧 然后那个 那个大就是一个great是吧 其实之前讲的两个数字的比较 它的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描述的情况 比如说两个数字它相当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equal 就是equal的意思 对吧 这单子就是equal 然后还有这个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not的 not equal 对吧 还有这个小语 小语就是low t对吧 小语 然后小语或等于 那还是一个low加一个equal le 这样就好记 我为什么都翻译成英文 就是因为它都是英文的简 简写 所以很好记 然后jt就是大于 然后je就是大于或等于 在这在这个数字比较重 是比较英文比较广泛 那好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n 就是说这个变量是否有值 我们也操作一下 我们复制一个 好我们来个正常的-n是否有值 有的话我们就说是有 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说 no 好还是这样运行一下 file sh3 那这地方是有值的 因为我们这条是一个变量 它复制了一个路径 所以它有值的 好 我们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 我们改成一个眉纸 再复制一下 它vim支持vi的所有命令 这地方不要给它一个值 没空 好运行 那这地方就是没有值 因为空它不是一个值 好 我们继续看 测试空串的用-z 我们这里也写一下 测试一个空串 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命令是yy 复制是p 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 因为之前我已经讲过 如果它空串的话 我们就输yes 如果不是空串的话 输no 好 这地方是空串 所以显示yes 好 下一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文件是否存在 -e 如果存在 我们就显示 如果不存在 就述出另一句话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以二维力 画中修改一下 好 这地方是-e 我们来个正常的 所有的-e 这种字符 这地方都是可以跟这个感叹号的 就是说是取反 好 这是如果存在 如果存在 我们就输个yes 好吧 为了区分前面那个 我来注释一下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收盘到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这地方输出输入了一个yes 就说是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对吧 显然我们也是看到可以存在了 我们可以冒一下 之前已经冒过了 对吧 好的 存在 那下面我就不一一做讲解了 这个d 设否为末路 也是一样的 还是操作一下 对吧 如果它是一个末路 就显示yes 对吧 是的 它确实是个目录 我们cd一下 没问题